艾成十七號發生墜樓意外 震驚外界 遺體目前綻放在板橋殯儀館 後續喪伴事宜 就等艾成在馬來西亞的家屬 抵臺進行處理 原本艾成家屬因為護照過期 一度耽擱 確定十八號抵臺 但艾成離世最難過的 就是他的妻子王瞳 把對王瞳的感情寫進歌詞 這是他們兩週年紀念寫下的情歌 《我在這裡》 但寫好這首歌才經過短短兩週 創作者卻已經不在 圈內好友也紛紛發文哀悼 曹熙萍也敢開箱艾成喊話 你不是答應我說 會好好照顧王瞳嗎 另外與他一樣來自超偶選秀 節目出身的金曲歌後 艾姨良也感傷喊話 想必你也辛苦了 很長一段時間吧 現在可以好好休息了 另外藝人好友小甜甜 也透過IG現實動態發文 驚呼怎麼會是你 接獲消息當下相當震驚 黑底白字寫下 每次帶給我們歡樂 充滿正能量的艾成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提到自己現在心情 還是無比複雜痛心 親友們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把過去和艾成的開心回憶 深深烙印腦海中 三一新聞 謝文翔 夏邦明台北採訪報導 中文翔 夏邦明台北採訪報導